这场东西 这场字吗 石锅 任你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当所有人都认为美艳妻子的丈夫还在外打工挣大钱的时候 殊不知 他早在十多年前就被美艳妻子种在了土里 当案件被揭晓真凶被曝光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惊掉了上八下巴双下巴 原来真凶竟有三人 而另外两人的身份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22年4月 地点四川广园 这天一位正在采缝纫机的诈骗犯将刑法仔细研读了一番后 突发奇想给局子写了一封检举信 信中说他有一位名叫张本军的朋友 在十多年前被其妻子王贵华伙同叶明以谋害并抛尸 王猫和叶猫已经在多年前合伙将咱们杀害 事关重大 民警立即闪现到这名诈骗犯所说的抛尸地点查看 这里极为偏僻且地势非常复杂 莫说是人就算狗都不会来 但民警依然尽职尽责搜索了方圆数公里 然而整整一天过去却是连毛毛都没找到一根 而同一时间民警通过系统查询发现 这名诈骗犯老家所在地 不仅根本没有叫张本军的人 就连王贵华和叶明义也查无此人 当地局子更是从未接到失踪报警记录 累了一整天的办案民警差点冲进去给诈骗犯两锤子 但因为这涉及人命大案 民警也不敢轻易松懈 不惜一切代价正事或正伪 否则于心难安 为了找出一点马斯诸记 民警转换了一下思路 推测有没有可能这个81手信息 在传播过程中名字被弄错了呢 于是民警针对整个乡镇 展开一次拉网式秘密排查 这一摸还真给摸出来点东西 一个名叫张林权的男子引起了警方注意 据了解张林权在13年前便离家出走 一直没有任何音讯 家人也陆续离开了所在村子 最巧合的是 张林权的妻子正好姓王 名叫王贵珍 不过几年前就搬走了 而张林权也为自幼父母双亡 在村子里已经没有了亲戚 所以根本就没人找过他 长大后张林权便一直在外打工 只有春节才会回家住一段时间 妻子王贵珍则一直在家带孩子 同村人回忆说 张林权最后一次出现是在2009年的秋天 死后十多年从未回村 起初有村民向王贵珍打听过 但都被性格泼辣的王贵珍给激烈的劝退 至于离开村子后 王贵珍去了哪里 村民们并不知晓 不过民警又打听到 林村确实有一位姓业的男子 与王贵珍有好几腿 进一步调查发现 这名男子名叫叶明海 虽然各有家事 但二人管报之交从不避讳 给村民们茶余饭后提供了许多谈资 办案人员敏锐地察觉到 这两人一定与张林权的失踪有着密切关联 否则不可能自己丈夫失踪十多年不报警 甚至悠哉悠哉的和别的男人光明正大在一起 在摸牌过程中 民警找到了张林权的邻居侯文贵 据了解 这两人关系极为要好 每次张林权外出打工时 家里的大事小情侯文贵都会帮朕 侯文贵告诉民警说 自己已经十多年没了张林权的消息 而且道出一桩2009年发生的故事 两人来到叶明海家里 果然是找到了王贵珍 张林权将王贵珍滴溜回家 便将他打得躺了一个兴起板板 而就是这件事情过去半个月后 他就再也没见到张林权 而周围其他邻居都认为 张林权是因为被呼上了一头草原 对这个家彻底死了心 所以才远顿外地不再回来 另一边民警调查张林权活动轨迹后 也发现了极为异常的情况 他们查遍了所有系统 却没找到他的任何踪迹 也就是说张林权在这十几年里 没用过银行卡 没办过手机号 没住过店 也没坐过车 这就有点奇怪了 民警判断张林权要么改头换性了 要么就真的重新投胎了 如果说张林权真的重新投胎了 那么他的妻子王贵珍和叶明海 便有了极大的嫌疑 但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 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说 不过随后发现的一条信息 却让民警提前将王叶二人收网 原来此前接触的侯文贵和叶明海两人 竟然还是联金关系 很有可能会将民警正在调查 张林权失踪的消息告知叶明海 从而导致叶明海外逃 于是民警当机立断决定收网 一路直奔王贵珍而去 一路将叶明海强行召唤到橘子接受调查 叶明海也不出所料地否认 自己和张林权失踪有关 但当民警将现有证据摆在他面前时 他终于露出了一丝破绽 不过他的说辞 却让民警摸不着头脑 他说这个张蒙失踪这么多年的这个事情 可以去找侯蒙 侯蒙应该知晓这个事情 没有理会踢皮球的两人 另一路民警顺利找着搬到外地的王贵珍 起初王贵珍坚称张林权去了外地打工 但在民警们的耐心说服下 王贵珍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交代了张林权的真正下落 据其称张林权确实没有外出打工 而是在13年前就被自己和叶明海 侯文贵三人给谋害了 为了加快案件进度 王贵珍还主动交代了埋尸过程 警方连夜闪现抵达埋尸地点 随后民警再带着王贵珍乌尔乌尔乌前去指认 在一块大石板之下 警方发现了一具被塑料布裹着的白骨 随后 好邻居侯文贵也被刑事拘留 那么王贵珍、叶明海 侯文贵到底是啥关系 又为什么要杀害张林权 据了解 1987年 王贵珍便与张林权结婚 而结婚后张林权便一直在外打工 邻居好哥们侯文贵 便经常帮助张林权照顾家中妻小和吉母良田 在这个过程中 侯文贵自然而然地将帮忙的场景 从田头转移到床头 不过 由于二人演示的很好 一直没有被人发现 然而 几年后 王贵珍又认识了新的老 baby叶明海 一招新人换救人 分给侯文贵的时间自然越来越少 而王贵珍与叶明海二人却从不避嫌 村里到处都留下过他们爱的痕迹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张林权耳中 张林权怒火中烧 闪现回家要向叶明海讨要说法 由于担心自己一个人镇不住 还邀请了好哥们侯文贵一起前去叶明海家中 有人撑腰 张林权将叶明海和王贵珍一顿修理 据王贵珍说 丈夫张林权不顾及自己颜面的抓奸行为 让自己在全村人面前颜面尽失 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于是念头一转 想到个绝世妙计 与其他把我打死 还不是我先把他弄死 因为他说我是个女人 我没有力气把一个男的弄死 他就给侯文说让侯文帮他忙 在进行了一番管报之交后 侯文贵擦了擦嘴角硬了下来 但他担心自己一个人打不过 提议王贵珍在找个帮手 于是再一次管保后 情敌叶明海闪亮登场 于是在2009年10月的一个夜晚 王贵珍摇来了侯文贵和叶明海 合力将熟睡中的张林权送去了西北 三人更是煞血为盟 是要共同保守这个惊天秘密 叶明海想到自己抢了侯文贵的王贵珍 怕他心里不平衡会捅出去 甚至将亲妹妹许配给他以此强化同盟关系 随后叶明海和王贵珍继续出双路队 侯文贵则喜暴美娇妻 一时间各方都得到了自己想到的 而村里人也渐渐淡忘了 村里居然还有张林权此人 都认为他早已离开伤心地 到外地发财去了 不过在村民们的朴素价值观里 还是对王贵珍产生了看法 于是一些关于他杀夫的流言便传开了 直到传进了迫切想要减刑的诈骗犯耳中 才终于让这起案件大白于天下 而王贵珍作为主谋 喜提铜皮花生米一粒 叶明海与侯文贵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代表我对王贵珍作为主谋